列帅拿着一个包裹非常着急的找到毛主席 他把包裹摊开满脸的愤怒 主席看了一眼后被气到发抖 非常气愤的将包裹摔到了地上 因为这个包裹危机到了几十万人民子弟兵的生命健康 而造成这一切的人正是万恶的资本家 主席当场下令 彻查一个都不放过 包裹里究竟有什么东西 这件事情又是如何收尾的 我们点赞关注 接着往下看 1950年朝鲜战争正式打响 由于美国的掺和 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 战争初期 我国志愿军的装备物资完全处于劣势 但我们依旧连续打赢了多次大型战役 明军名利打不过我们 就开始在暗地里施加手段 当年我军的物资一直得不到保障 战场上的炮弹打一发少一发 能吃的东西也很少 只能用冻土豆和炒面填饱肚子 但我国志愿军的精神永远不就危险 哪怕面对美军先进的装备 依旧能够赢得胜利 从1951年开始 在前线赋上的志愿军来到野战医院接受治疗时 本来只是一些小病 吃些消炎药就可以痊愈 可没想到他们的伤情不但没有好 反而还在短时间内恶化 有些志愿军的腿部明明只是皮外伤 可用医疗物资进行救治后 居然需要截治 甚至还有很多人永远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一开始医生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都以为是治疗环境恶劣 伤员免疫力下降 再加上突发性病菌感染 才导致他们的病情恶化 所以他们连夜将其余的战士 送到另外一所占地医院 可没想到情况依旧没有得到好转 医生开始将问题从环境上转移到了药品上 他们仔细研究医疗物资后 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他们赶紧将情况反馈给了志愿军司令部 聂帅了解到情况后 坚决要向主席告状 1952年 主席正在开会时 一项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的聂帅 突然没有打报告闯了进来 他非常的着急 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主席汇报 手里还拿着一个神秘包裹 主席意识到 他肯定遇到了难以处理的问题 于是提前结束了会议 等会议只剩他们二人时 聂帅非常大声地说 主席我要告状 说着还打开了包裹 里面包着各种硝烟药 纱布一类的急救品 主席拿起来看了一眼 瞬间发现了问题 因为急救包里的纱布没有进过消毒 撕开一看材质基本上 都是旧纱布和烂棉花 上面甚至还布满了煤瓣 药瓶里的消炎药更加的过分了 里面夹杂着大量的面粉 就连青霉素都是对了自来水稀释过的 这些医疗物资 根本就不是来救命的 而是来杀人的 志愿军们在战场上应用杀敌 附上之后 他们本想通过救治再次前往战场 可就是因为这些发霉的药皮 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听闻这番话 主席久久无法回过身来 他将急久包狠狠的摔在地上 大声骂道 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将士 没有被敌人的枪炮打倒 却因为这些制造假药滥药的 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 是可忍输不可忍 主席当即下令 这些急久包必须全部就地销毁 严禁使用 更要彻查这件事情 一定要将这些无耻的奸商 绳之以法 不管是谁 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由于假药上面标注的生产地是上海 既然是上海的失误 主席就让上海市市长陈毅 全权接管这一任务 陈毅受到任务后 也是非常气愤 他以为经过几年的治理 上海的不良风气已经彻底肃清 可现在却发生了如此恶劣的事情 他一定要将幕后黑手揪出来 经过反复对比急久物资的订单记录 一个名为王康年的商人 逐渐浮出水面 他经营着一家大康西药房 那些害人害己的急久包 就是出自他的药房 经过更加深入的调查 一件令全国人民韩信的事情 终于被揭露 王康年在最初的时候 只是在上海租了一间客堂 开了一家商行 专门做小百货的生意 后来因为西药断档 成为了紧窍货 他看准时机 重新租了一间门面房 专门做起了西药生意 王康年很有做生意的头脑 可他赚的钱并不干净 经常做一些买空买空 投机取巧的勾当 久而久之 越来越多的人去领导那儿告发他 一夜之间 王康年需要面对巨额的赔付 以及药房逼临破产关门 可没想到 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 王康年的店铺 不仅没有破产关门 还一跃成为了爱国商人 由于当年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了扶持政策 王康年通过卖产 又做起了药品经营 还积攒了丰厚的家产 长期的无赖行为 让他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 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 他的胆子居然大到开始 对国家和军队的药品下手 主席对着一个包裹大发雷霆 因为这个包裹 危及到了几十万支援军的生命安危 随着抗美元潮的进展 我军队药品的需求量大大的增加 国内的药商背负着很大的责任 王康年再一次抓住机会 决定出卖良心 赚取更多的钱财 他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 成功拿到军队的订单 然后再用来救命的急救包中弄虚作假 1951年11月 志愿军的后期人员来到上海采购急需药品 王康年的药房中明明没有货 可他却收下货款 拍着胸脯给后期人员保证 他一定准时将急救包送到前线 眼看发货日期就要到了 王康年不仅没有备货 还用医疗器械和辅助药品搪塞过去 可这些东西根本救不了志愿军宝贵的性命 后来实在拖不下去 他居然用玉米面充当消炎药 还去其他药房大量收购过期药品 然后将这些东西全部打包送到前线 以此来敷衍了事 除此之外 王康年还会以次充好 不按规定采购提供货品 第一家购买过期的药品 自己制作急救包 甚至将过期变质的止咳糖浆 卖给志愿军 还大言不惨的说 没事 反正吃不死人 还让他的哥哥王康庆 私自制造了假药 假听剂 用一种治疗食欲不振的药 再趁点自来水 伪装成消炎药 来欺骗志愿军 因为害怕被发现 急救包里都是假药 王康年特意改为 间断性的给前线供货 不管后期人员如何催促 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 搪塞军队 然后又转身 利用志愿军的三亿贷款 去做投资生意 还骗取人民银行 上海分行的贷款 一万五千万人民币 王康年的举动 令人非常寒心 志愿军在前线 为了祖国的未来 用钢铁支驱 一次次将他们的性命 置于危险之地 王康年的种种行为 已经引起员工的不满 国家正处于共存亡之际 难道他们在国内 连最基本的发售药品的责任 都尽不到吗 但凡还有一点良心的人 都会觉得羞愧难当 可王康年的脸上 没有浮现出一丝愧疚 甚至还很自信的说 他自有方法应对 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假药 被送到了前线 当王康年做着发财梦的时候 多少无辜的志愿军战士 因为他的贪婪 永远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上海市公安局 经过调查取证后 决定王康年存在着重大嫌疑 然而还没等正式将其逮捕 王康年的手下 先撑不住了 主动检举了王康年的罪行 原来急救包装的纱布 之所以会发霉 是因为王康年 居然省去了 漂白和消毒等重要的步骤 这些带有细菌的纱布 导致战士们的伤口 越来越严重 甚至还会造成截肢 王康年的种种罪行 终于被揭露 接到陈毅的指令后 上海市公安局 来到王康年的住处 起初 王康年什么也不愿意承认 但经过连夜审讯后 他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 终于交代了犯罪事实 王康年再也没有了 以往嚣张的气焰 曾经被他欺负过的人 全都过来举报他 有人说 王康年在请客户吃饭时 习惯带他们看戏 还会送名贵的进口礼物 一些有权有势的官员 王康年更是好生好气的伺候着 当年一位局长来到上海交流考察 王康年用尽一切办法 想要贿赂收买他 光是请这位局长吃饭送礼 他就花费了将近300万元 甚至还赠送了一台 当年非常珍贵的机器脚踏车 当然王康年也得到了 非常丰厚的回报 这位局长从王康年这里 采购了16台显微镜 每一台的价格都要比市场上 贵了300万元 王康年赚得盆满钵满 1953年 王康年以贿赂 骗取国家钱财和偷税漏税 数罪并发 依法被判处死刑 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因为急救包被送到前线时 还要经过层层检查 这些劣质的药品 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呢 又是如何变成正规药品 被送到前线的呢 很显然 这其中还有更大的腐败情况 主席下令继续查 一定要将漏网之鱼揪出来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桩桩今天的大案 呈现在大家面前 谁也没有想到 这次彻查 居然牵连到了几十人 原来王康年这些年来 先后向85名国家机关人员 进行贿赂 这件事情曝光之后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气氛 因为像王康年这样 发国难财的人 比比皆是 比如说承包志愿军衣服的 上海某军装厂 国家没有要求他们 做出非常精致的服装 只要能够让志愿军 抗风保暖就可以了 可万万没想到 这家军装厂生产的鞋子 连鞋底的胶都是合不上的 要知道朝鲜战场的温度 时常骤降到零下三十多度 战士们穿着这样的军鞋 路都走不了 弹劾打仗 还有一家饼干厂 为了节省成分 饼干厂的老板 居然把不可食用的剪 代替苏打添加到饼干中 难道这不是涂裁害命吗 在他们眼里 志愿军到底是为了谁而战 更令人气愤的是 志愿军们在战场上 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一块冻土豆都要轮流咬一口 只要饿不死 他们就可以继续通风 只有打了胜仗之后 他们才舍得吃一罐牛肉罐头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罐头中的牛肉 居然是不良资本家 用腐烂发出的烂肉制造而成的 为了躲避检查 黑心的老板们 才舍得在腐肉上面 盖一层薄薄的黄牛肉 而志愿军们完全不知道 他们看到肉是坏的 还以为一直舍不得吃 放的时间太久了 尽管如此 志愿军们依旧不愿意浪费一粒粮食 直到越来越多的战士 出现肠胃炎或中毒症状后 才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除了腐肉罐头 这些黑心的资本家 还疯狂抬高牛肉的价格 然后将便宜的水牛肉和马肉 颤杂在黄牛肉中 从中赚取了将近三亿元的黑心钱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商人 承包了志愿军 用来挖战场攻势的铁鞘 一共生产了七万把铁鞘 里面居然有一半 是用汽油桶的铁皮制作的 这种铁鞘在挖攻势的时候 一铲子下去直接弯了 根本用不了 这种黑心的资本家还有很多 调查的干部越差越狠心 这些资本家 承包了志愿军的衣食用行 他们本该是战士们的强大支撑 可他们却为了钱财 成为了志愿军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当这份报告呈现在主席面前时 主席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他无法相信 在新中国 居然还有这种黑心资本家的存在 主席当即下令 这些商政勾结的不法分子 一定要有一个抓一个 真正的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最终王康宁等数十位 商政勾结的不法分子 锒铛如狱 时间回到现在 其实还有许多黑心商人和不法分子 见缝插针 企图中饱私囊 但我国设立的相关规则和惩戒制度 会让他们知道 我国绝对不会允许这样危害人民生活的蛀虫存在